中秋烤肉 懶得一樣一樣挑食材 北農推出了這一箱 裡面有金斧豬排 順味五花 蔥顏五花 還有凡利備注以及透抽的 這麼大一箱多少錢你買單 一千五到兩千左右吧 這個看起來唯一有價值的可能就 透抽跟利備注吧 再還有戰斧金斧豬排 民眾說其他可能菜市場就買得到 烤肉箱內只有豬跟海鮮 沒有蔬果 原價要近三千 優惠價兩千一百九十九元 限量一萬組 好像有搶到便宜 但北農員工卻爆出 老闆強迫我們認購 沒買到目標數量 可能會影響烤雞 壓力好大 但目標是多少 看到公告真的嚇到 職工退廣中秋烤肉組 目標量是八千一百六十二組 等於是沒名職工得認購十四組 如果沒有銷到這些數量 這些員工 這些職工 都會被總經理來做處分 為什麼北農公司要這樣不顧正業 去搶這個所謂的續產公司的工作 而且這些肉品都不是來自續產公司 但北農這一組優惠價還要兩千一百九十九元 網購其他家有蝦 有豬 有雞 還有牛才一千五百九十九元 要吃好一點 生石器干貝 松板豬 骰子牛 板件牛 鮭魚下巴 雞腿排 大魷魚串一樣兩千有兆 如果各項單品的價格總和是兩千八百九十九 那我們就是做推廣 整個CP值是非常高的 北農強調高品質高CP 但這一箱只有豬根貝類透抽 不只拍賣員硬推銷怕欠人情 消費者買不買單可能也得等中秋過後 看業績見真章 TVBS是許家瑞玲一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